接下来我们邀请亲民党来进行两分钟的深论 大家好,我是滕西华代表亲民党参选全国不分区 首先我要对主办单位今天没有同时安排手语翻译或是听打服务 让全国超过12万的聋人跟听葬朋友 没有办法同时享有之的权利感到相当的可惜 亲民党是People First Party People First是障碍平权运当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 也就是以人为本,以人的需求为先 在这样的价值前提底下,亲民党有诸多的政策 首先我们在社会住宅方面特别关心弱势青年及饮法族的住宅是否能够满足 我们在儿童的部分不仅喊出0到6岁国家养政策 甚至更进一步积极义务教育应该向下延伸到3岁的幼儿教育 去改善青年育儿的辛苦 第三个我们在劳工的部分 我们不仅支持最低工资法的立法 更进一步要积极策进直载保险单独立法 改善越来越多的非典型就业 以及青年兼职甚至中高龄就业的职业安全的问题 我们在弱势权益的部分 我们有诸多的措施去支持身心障碍者 以及原住民族的平权运动 甚至在目前长照在偏远地区 对身心障碍者 以及对原住民族极度缺乏的这些资源部件 我们都相当的关心 这也会进一步造成健康不平等 因此我们在全民健保的保费的改革上面 更加要朝向区域世代正义改革 区域投资家庭的家户总所的 以及提高给付的合理性 并且要将全责造户纳入全民健保 改善一人生病全家住院 当然世代正义是亲民党特别强调的 亲民党全面支持民法跟宪法下修到18岁 支持青年的参政 请各位将手中的政党票支持亲民党 让亲民党为人民为社会效力 谢谢